大家好 我是MyFrawletter的Kelly 農曆新年就來到了 當然要做一個很熱頭又應節的花藝作品 我們會用到以大富大貴的黃色荷蘭菊花 顏色方面當然會用到很應節新年氣氛的圖好色 大家收到回來的花都可能在沉水之中的狀態 記得要盡快幫你伸花剪腳、養水 幾小時後花就會回復原來的狀態 第一次收花的朋友記得看我們的花材處理短片 首先介紹花材 今次會用到迷你菠蘿 迷你菠蘿在日本花藝作品經常會出現 而這隻粉紅色亦是迎合新年的喜慶氣氛 第二種花材我們會用到寓意富貴吉祥的菊花 今次我們亦會用到多頭的小菊花 如果看到它有結枝的情況 其實箭州就可以繼續用 另外我們會用到桃紅色的辣梅 辣梅每朵花雖然很小 但每朵花都有五塊花瓣在這裡 而每朵花花好像有一層蠟包著 所以它就叫做辣梅 黃金球 它亦都俗稱叫魚蛋 之後我們會用到染色的門天星 最後醃材方面我們會用到假葉樹 我們為大家準備了一個flower recipe 裡面就列明了大概每朵花的長度 來做以下的arrangement 大家處理好花材之後 就可以把水倒入花瓶到大半滿的位置 然後就用我們準備給你的營養粉 整包倒下去 攪拌一下 用了營養粉之後 可以隔天才幫鮮花剪腳 換水洗花瓶 到時就可以用第二包營養粉 就算沒有營養粉 都建議大家可以幫鮮花每日換水和剪腳 鮮花會保養得更漂亮和久一點 我們第一種插的就是葉材架葉樹 把兩支放在花瓶前面 兩支放在花瓶後面 就像現在這樣 然後後面也是同樣的做法 把花腳好像打召召一樣 之後就可以用我們的煮花 把花瓶前面 放在花瓶前面 靠左邊 這個位置 夾著花瓶邊 花頭就會向前 然後在它的側邊 用我們的多頭小菊花 放在花瓶前面 放在花瓶前面 已經感覺滿了花 到辣梅 我們把辣梅分成兩小份 你也會用的 放在花瓶的左邊和右邊位置 放在花瓶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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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放在花瓶前面 炒好 以下的寄種花材都會打直插在花瓶 盡量不要令它們太傾斜 我們會用到瞞天星分成兩小份 第一小份放在花瓶正中間的位置 打直插進去 第二份放在花瓶後面 到我喜歡的迷你波羅 打直放在花瓶 放在花瓶後面的位置 如果打斜插著花瓶邊插 你會看到現在這樣 菠蘿會放在外面 如果打直插進花瓶 就會看得清楚 最後用到黃金球 黃金球分成三個不同的長度 首先用最短那支 最短那支會放在菊花後面 也是打直插進去 中間長度那支會放在花瓶的左手邊 藍莓的旁邊 會比較厚 會比第一支最短的黃金球 比較厚 而最長那支也會比第二次長那支更厚的仿凸 放在迷你波羅旁邊 今次的作品就完成了 今次和大家很簡單輕易做了一個賀年花的作品 其實插花不是真的那麼難 只要跟著我們一步一步做 做多幾次就會越來越熟手 如果大家在插花方面有什麼疑問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做完之後記得拍一張照片 發給我們或踢我們 每個月最美的我們會送回合花給它 下次見 拜拜